交通部长陆赵福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宣布 政府将会在机场的贵宾通道 装置特别的S光扫描仪器 防止有人再次滥用贵宾通道 偷运现金出国 而且乘客也可以通过这款扫描器 避开安检搜身 天然资源部长赛文尔 在国会问答环节指出 全国的自来水都经过水工处理厂的处理 只要你有块水喉就能够安全饮用 没有问题 就算有问题 也是地方上的问题 这与生水处理无关 这个时候 巫统国会议员伊斯麦就直接问部长 那您是不是也喝水喉水呢 三文尔也表示 由于政府已经20年没有检讨水费 导致人民用水量过大 所以政府将会重新检讨和调涨水费 好让民众能够更珍惜水源 让朝远双方争论不休的SST课题 今天再次被提起 副贸校部长张建仁表示 该部门已经针对417样商品 在今年5月和9月的平均价格进行研究 发现超过一半的商品价格 都有明显下调 这当中包括婴儿食品 清洁用品 罐头产品等等